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我们基督徒要如何回应神的试验 第三 如何获得耶和华以乐即耶和华的预备 第一节中讲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为什么神要在这些事以后试验亚伯拉罕 因为人的信心也是在经历神的过程中不断增长 而神必不会给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实验 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神知道万人的心 他并不需要借着试验来知道亚伯拉罕的心 他是要借着试验来让亚伯拉罕知道 他自己的内心是否会啃守神的诫命不啃 并借着试验兼顾和提升亚伯拉罕的信心 第二节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击 这一节说出了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 神为什么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 因为以撒是神的应许得来的 并且如二十一章十二节所说的 以撒生的才可以成为你的后裔 摩利亚自意是被耶和华选上的 被耶和华看见的 犹太人传统认为 所罗门建的圣殿就是这里 现为凡祭 只将生祭全部烧掉 表示完全献给神 以撒是神所赐的恩典 是成就神应许的基础 是亚伯拉罕喜悦的核心 然而神的试验不是拿走人外面的事物 容易放下的事物 而是拿走人心中最深处最真爱的事物 包括神的应许和恩典 因为这些事物最容易成为代替神的偶像 拣选神的生命还是拣选神的恩典 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常常要面临的抉择 第三至六节 亚伯拉罕带以撒以及两个同仆 预备并启程去献祭 里面提到两个时间 第一个是清早起来 表明亚伯拉罕的立即顺服 第二个是第三日 表明了亚伯拉罕并不是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决定 亚伯拉罕为献祭做了周全的预备 带了献祭的柴 并不去假设献祭的地方会有可以用的柴 并拿着火与刀 表明亚伯拉罕对献祭这件事的认真 第五节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没有给仆人和以萨讲神的计划 也许是担心他们阻挡他的顺服 亚伯拉罕可以将柴放在以萨的身上上山 说明以萨已经不是弱小的儿童了 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 此时以萨25岁 如果这样 亚伯拉罕这时已经是125岁了 下面七至八节 以萨和亚伯拉罕的对话 以及第九节 亚伯拉罕毫无阻地捆绑了以萨 都展示了以萨的顺服 因为以萨虽有农民抵抗亚伯拉罕 却并没有做任何的抵抗 以萨背着 翻计的柴上山 主耶稣也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前往哥哥他山 亚伯拉罕与以萨二人同行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要亲自献上以萨 父神也是一路陪着他的独生爱子 走过苦路 要让主耶稣成为万民的赎罪祭 第十至十二节 讲述了亚伯拉罕要献祭 被耶和华的使者叫停的情景 第十节 伸手拿刀要杀这样的细节 表明亚伯拉罕绝不是装装样子 而是毫无保留地交出了以萨 用行为印证了他的信心 在亚伯拉罕一生的信心道路上 神让他学习了四次舍弃 学习爱神 超过爱神所赐的恩典 一舍弃本地本族和富家 第二舍弃他心中的继承人 侄尔罗德 第三舍弃肉体的努力 和下甲所生的儿子以石玛利 第四舍弃神的恩典 等了二十五年的应许之子以萨 第十一节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同复的呼唤 展现了神阻止这件事的迫切感 正如萨摩尔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所说 耶和华喜悦凡记和平安记 其如喜悦人听同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知有 第十三节 神预备公羊代替以萨为凡记 预表主耶稣是神预备的羔羊 来代替承受应许的人而死 让承受应许的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第十四节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启名叫 耶和华以乐 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 直到今日还有人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就像经文所说的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因此要看见并得到耶和华的预备 就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顺服耶和华 走出本乡本土本家 来到耶和华的山上 旧约中有七个用来称呼神的复和民 第一 耶和华以乐 既耶和华必预备 第二 耶和华拉罕 既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第三 耶和华尼西 既耶和华是我的惊奇 第四 耶和华沙龙 既耶和华是平安 第五 耶和华路易 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第六 耶和华齐根弩 既耶和华是我们的义 第七 耶和华沙玛 既耶和华所在 第十五 至十八节 耶和华再次赐福给亚伯拉罕 也又一次预表 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 主耶稣得福 并且指明了 赐福亚伯拉罕的原因 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耶和华的话 第十九节 亚伯拉罕回到仆人那里 然后一起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 别十八 第二十至二十四节 列出了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子孙 第二十节一开始 又是这些事以后 表明这几件事都是神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所做的安排和预备 亚伯拉罕并不是偶然知道千里以外兄弟家里的光景 而是在神的管理下发生的 打赫有十二个儿子 八个由妻子而生 四个由妾而生 将来 雅各也有十二个儿子 八个由两位妻子而生 四个由两位妾而生 神在这里也为以撒预备了妻子 利百家 同时为以撒的儿子雅各预备了妻子 利亚和拉杰 他们都是拉丹的女儿 网上有人质疑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实践 认为上帝的这个要求跟迦南人用人献祭是一样的 而我看到的恰恰是由于上帝的供应废除了 罪恶人们长久以来用人献祭的封锁 文本圣经中我们再也没有见到 耶和华神要用人献祭的事情 并且在历位纪十八章二十一节中明确指出 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魔落 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感谢耶和华的保守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让我们能够回到您面前 感谢您赐下圣经 让我们通过了解圣经中的人物事件 学习如何跟随信靠您 感谢您在最恰当的时候通过试验 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虽然有时偏离您的道 您仍将我们指引回正路 求您让我们扩展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常常在耶和华 您的山上得着您的供应和祝福 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